大家好,又是炎王解讀的Facebook Live的时间了 今天就刚刚在书展会场回来,休息了一天 今天正式开工 早上到下午都收到很多朋友打电话来书店的查询 究竟什么时候会寄出书,上来拿书的时间等等 我们收到两类朋友的订购 一类就是在onlinebookstore,publication.biz那里 订购了那些朋友,我们明天就会正式寄出所订购的炎王解读 或者是你订购了的《我反抗固我在》的书 这类是没问题的 第二类就是订购了,但是他给的邮费 比如他订了三本,但是他只是给了一本的邮费 或者甚至是没有给邮费的 那些朋友我们就会再联络大家 然后就安排那个邮费 然后才会寄出的 所以这些朋友可能会迟一点点了 那就对不起先说他 另外有一类就是他们会自取的 就是订购了之后就会上来拿的 那我们在明天,我想大家安全点 就在中午开始可以上来拿炎王解读 或者是《我反抗固我在》的书 至于有很多朋友就说可以去哪里书店买呢? 那我们之后就会发行了,联络了那些书店 因为我们还没正式送到货去 那如果那些书是正式可以送到之后 我们就会公布了 那大家也可以上来之外 如果你觉得交通不方便 或者你可能在港岛区或者其他地区 那我们希望尽量就可以安排到不同的二楼书店 都可以有一些货发给他们 那就可以拿到那个书的 那炎王解读呢 因为本书在书展里面很受欢迎 那到很短时间 卖了两天之后就已经断了市 那所以我们就立刻是家人 而这个家印之后呢 就都仍然在现场很多人立刻订阅 那因为订购的时候呢 那个手组呢 就有些朋友可能未必很清楚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们订了之后呢 就未必有给那个邮费 那另外呢 就有一些呢 就是用 不是用online book store的 那他们呢 就是用这个 自己过数 去上书局的户口的 那记住啦 那些朋友如果你的过数字 你过完数之后呢 你的过数字呢 你可以电邮给我们 那我们会看到过数字之后呢 才会发出那个书的 那因为呢 那就是大家交易的记录 那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呢 人手很少 那大家来到书店都知道呢 其实呢 也都很多繁琐的事务 在书展结束之后呢 运些货回来啊 然后 将它拆箱啊 摆好它啊等等 点货啊等等 所以呢 我想有些朋友呢 可能是等了 都几天的时间 那 那我们 真是说一声对不住 先 因为你们的支持呢 令到我们担心了 那 那其实这是一个 happy problem 如果没有你们支持呢 我们呢 就很空间 那就是我自己送完的 可能一天 如果只有十个人订的话 那正正是因为那么多人订 也都那么多人订 也都那么多人 也都那么多人呢 刚刚呢 杨师傅先拿了一搭 就是我要负责 签名 找Gordon和我 所以呢 就 无言感激 真是 也都想象不到呢 我们的节目 能够那么短时间里面 是有那么多支持者 很多朋友 在书展期间 来到我们的摊位那里 不只是讨论本书 那么简单 包括讨论我们的题目 也都带来那些小孩 他们的下一代来 希望可以 等他们对于 中国的现代史和近代史 有不同的角度去解读 所以我觉得 希望 我和Gordon 和杨师傅都希望 这个解读的系列 不只是一次的 因为呢 除了是现代史之外 中国的古代史 中古史 近代史 其实都存在着很多的 茂名 盲点 甚至是 喘改的地方 我觉得 作为一个香港人 无论你的政治取代 如何都好 如果你理解 中国历史的话 对于你理解今天 香港的地位 或者未来 是有更加大的帮助的 不知道过去的人 其实不知道现在 也都不会知道将来是如何 所以我们就会努力去进行 这个解读的系列 包括对过去历史的解读 甚至是对未来 世界经济 政治文化 环境保护的影响 究竟强国崛起 对世界来说是一个正面的作用 还是一个威胁呢 等等 我相信 很多朋友 来到书展会场 和我们谈开的时候 都是围绕着这几个话题 大家 很严烈地去讨论 所以我觉得 除了交代了订了书的朋友 我们会尽快去处理 明天会寄出之外 另外 再重新一次 如果是邮费未付的 或者计错了 或者付少了 我们会联络回大家 而大家如果是用这个银行 过了数的 希望你们将那张过数纸 可以电邮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会立刻发货 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说我等不住了 要立刻来拿书 明天中午之后 大家可以上来拿书 如果大家见到面的话 当然可以继续聊天 看看 究竟这个节目 可以有什么新的题材 或者再做下去 究竟我们可以怎么做到更加好 令到更加多的人 去讨论这个问题 或者是将解读系列 变成香港的一个 普及历史知识的一个课程 我相信至少尽了自己力 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 我们这一代的人所认识的知识 可以传给下一代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多谢大家 拜拜 再说一声 对不起 发货发迟了 拜拜 拜拜 但是收不收到 收到小声 收到 老仲 要收到 肯定一些 陪孙 对不起 嗯 现在 你说 很足够 吗 normally 她 就算她 明白 哈哈 他 她 我